這球打在邊線喔 大陸在界列的安島 再跑 二分類球回傳 上三壘 三壘安島 一分打點 紅鳥在氣候變遷的時候 就是要飛過整個地球 那他們就會用這個陣型 就是讓前面這隻鳥去帶後面這些鳥 那他就要帶頂著大家 給大家方向給大家目標 因為前面這隻鳥的風族是最大的 那他一定會是最累的 那等到他累了或是他受傷了 需要調整的就是飛到旁邊 比較低風族的地方 然後讓其他鳥去帶 那他們想要完成一個很遠大的目標 他們就用這個陣型 那這個陣型如果反過來看 就是一個勝利的V 所以我覺得就是 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很遠 可以走得很高 其實我蠻喜歡看一些 影片裡面就是有一些團隊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會講出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 蠻適合我們就是現在球隊就是 這個氣氛就是需要有人出來帶 然後有人狀況不好的話 可能就是要調整 可是我覺得 我講這個大家就是 可能就會比較有共鳴 就是比較有一個方向 就是去想說 一個人努力不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球 但是大家一起努力的話 力量會是很大的 然後大家一起努力的話 才可以走到最後 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天風神講的那樣故事 拳頭那個 拳頭那個會非常 應該要有非常有責任感 然後也會比較累 但是我們要自己這種責任 自己這種責任 OK嗎 拳頭這個可以換人喔 一直前進 一直前進 OK嗎 有 我希望說每個人都要這個承認 不要這樣帶頭那一口 可以嗎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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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